网球为世界主流的运动 现议员洪明科这次特别利用时间 来到南投县体育场旁的网球场 最主要就是代表南投县体育会理事长 也就是副议长潘一泉来颁发奖金 感谢他们牺牲暑假的时间 来为南投县争取佳击 今天商店来的 还是我们要跟南投官推卸 代替我们理事长 盘一泉理事长来发放一个红包 两万块红包 这最重要的是要来感谢 就是说我们这些狗人 在我们寒暑假的 农中无效忍 为这些孩子全天 再来给他们集训 来给他们训练 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参加 在我们全英会 备用体育很好的性格 所以他们放弃的寒暑假的时间 农中来这里给他们训练 所以我们理事长 真正用心 要来包一个红包加菜筋 要来给我们这些狗人 南投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表示 这次利用现运的时间 来感谢这些辛苦的选手 以及教练们 也期盼未来南投县的网球 可以越来越好 南投县网球委员会副总干事 剪辞后非常感谢先议员红明慧 及南投县体育会所赞助奖金 而来参加的选手 对于教练平时的教导 表示非常感谢 今天我们感谢红明慧议员 及我们的体育预会 来赞助我们的慰问金 觉得很开心 能增加经验 跟那么多小朋友一起比赛 很感谢主任和教练 知道我们 让我们更进步 网球为世界的主流运动之一 而南投县的网球运动人口数 不但渐渐增加 在全国比赛中也更荣获佳击 弘明科艺员感谢辛苦的选手们为南投献争光 也期盼未来成绩可以越来越好 记者邱平一南投采访报道